Lego 乐高是全世界广受欢迎的儿童积木玩具 它由塑料制成 靠身上的这些凸起和凹孔互相连接到一块 内森萨瓦亚正在纽约曼哈遍的家里做这项连接工作 他今年37岁 每个部件也叫砖块 常见的砖块可以有不同尺寸 颜色非常丰富 内森希望拼出一支蜡笔 英文单词Crayon的六个字母将出现在笔杆上 那是最后一支蜡笔 那是最后一支蜡笔的 这支蜡笔有三个字 Y-O-N 到了内森这里他们变成艺术品 内森是美国极少数几位全职的乐高砖块艺术家之一 这支蜡笔的三个字母 这支蜡笔有些相似的相似 这支蜡笔的部分 是其实基于蒂古贝尔的 蒂古贝尔的 蒂古贝尔的电视剧 这支蜡笔的电视剧 你不想把这支蜡笔出来的东西 那是对的 是孩子的玩意 我用它作为艺术品 史蒂古贝尔是美国有名的脱口秀主持人 发型比较有个性 乐高砖块版的史蒂古贝尔 抓住了这个特点 内森自己的特征是卷发 蓝眼睛还有突出的鼻子 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个小时 内森在曼哈顿已经生活19年 他从纽约大学获得法学学位以后 曾经做过几年律师 业余时间才玩自己裤外的乐高砖块 他办了一个叫做砖块艺术家的个人网站 不过放弃辛苦多年才获得的律师职位 并不容易 从前律师事务所的同事 达文科勒收藏着内森特意给他创作的头像 还有其他几件作品 我认为了成功的成功 成为专职艺术家五年多来 他的作品已经进入全美各地的博物馆和画廊展出 波士顿的纪录片导演詹尼佛特意开车三个多小时 赶到康涅狄格州南部的佛林画廊拍摄 他已经追踪了内森好几个月 就是追踪他的梦 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认为当我们认识的时候 内森的作品主要分两类 一类是肖像等平面作品 三位作品更像雕塑 砖块就是他的石膏 陶土 青铜 十一岁的莱恩也非常喜欢这里陈列的作品 在莱恩看来 这些乐高装块还是儿童玩具吗 成年人看乐高艺术的时候 眼光跟孩子们当然不同 画廊的策展人维维安 对砖块的奇妙效果 同样赞不绝口 再看看这件游泳 这幅作品以7500美元的价格被人收购 他的大型作品卖价好几万美元也不罕见 但某些作品即使有人出高价 他也不卖 比如这件 律师的躯壳里藏着一个拼命挣扎的艺术家 这些人还不够 还不够尽量 这些人还不够尽量 所以他们可以享受 这些人的游泳 但我没有够尽量 要不要够尽量 去到别人家 或别人家 或别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